第28题 如图所示 A为大黑球 B为小白球 两者分别代表不同的原子 则下列的方程式中 何者最适合描述图中的反应 我们看到图这里反应的是有两个的A2 加上了8个的B2 然后会生成4个的A B3 然后还剩下两个的B2 这里有8个B2 这里剩两个B2 所以真正有反应的是六个B2 所以是两个A2 加上六个B2 会生成 4个 AB3 然后化学翻程式要把它写成最简单整数笔 所以去掉一个2 这里就会消掉这里变成3 这里就变成2 所以就是A2 加上3B2 会生成两个AB3 也就是我们的选项 诸 所以第28题问我们说 舌发类方程式中何者最适合描述图中的反应 我们答案选的是 A2 加上3B2 生成两个AB3 优优独播建许